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又到了我們週五的這個粉色文學時間 我都不想講情色 因為說實在有的裡面 我覺得文學性比情色還高蠻多的 當然主題是情色 好 那這個題目叫做 A Mature Wives Affair 這裡面我可以先說一下今天這個故事不太有轉折 他主要就只是講說一個熟婦 成熟的婦人 講熟婦會不會冒犯人 也不用啦 不用講太多 總之就是一個 Mature Wives 他的 Affair Affair 這個字 我們多半在男女關係中把它稱為叫做外遇 OK 外遇 可是他說真的就只是那個事物的概念 事情跟那個 物則是這個物 不是 things 是 像例如說有個詞叫做 foreign affairs 就是我們講的外交事物 外交事物 所以 Affair 的話在男女關係中叫做婚外錢 OK 也不一定婚外 交往的狀態中 然後你有了別人 那也叫做一個 Affair 同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 Mature Wives 那你知道 Wives 這個字表示他是老婆 所以總是他偷錢啦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講的是一個成年婦女偷情的事情 那 Again 今天不太有 Twist 我們就認識一個單字 那這個寫作寫得真的蠻棒的 所以我先把它讀完 一樣我們照慣例 She checks herself in the mirror Satisfied with her appearance Full of anticipation and excitement She exits her car and enters his The hotel is nice The room dimly lit It helps quail her insecurities A nervous kiss A tentative pressing of bodies His hands on her ass Her hips Her breasts Passions rise Garments fall Feelings resurrected Inhibitions loosened Confidence regained Naked on the bed She forgets her stretch marks And thick her waist As he shows his desire for her mature body She is 20 years younger And makes her feel the same The rewards outweigh the risks 結束 That's it Ok 好 我們來好好的賞吸一下 為什麼說就還蠻值得介紹 以及她的文字上的功力 張力 先說了 She checks herself in the mirror 先看一看她盡理的樣子 Satisfied with her appearance 所以滿足於她自己的 滿意於她自己的外表 這OK 這個聲字 沒什麼 Full of anticipation Anticipate 就是期待 OK 充滿了期待 And excitement 那在這個狀態下 其實我覺得這裡欠一個鬥點 但無所謂 去 Exit her car Exit 就離開 所以她下了車 自己的車上了男生的車 And enters his 你可以想像這個故事的發展 她首先看了鏡子 然後覺得自己很滿足 開了車出門 然後到了會面的地方 可能是個停車場 她下了她自己的車 然後上了男生的車 然後男生再帶她去開房間 這麼複雜可能就是為了怕不知道欸 怕她開個車 結果被人家看到她的車開箭的儀館吧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偷錢也要偷的有技巧 或許是 The hotel is nice 所以沒搞錯 並不是她上了她的車之後 就在車裡胡搞瞎搞的 他們至少還是去一個比較像樣的地方的 So the hotel is nice The room dimly lit 我剛在這裡卡了一下 這個房間 DIM這個字就是暗暗的 所以這個房間呢 燈光有點昏暗 OK 所以 DIM這個字 昏暗的 我們有時候會把這個字用在一些其他地方 像例如說 不是 DIMSUM 靠北 DIMSUM 是香港人的典型 同樣是這個字 只是這變成是音譯而已 如果今天你講說一個人笨笨的 DIMWITH 有這麼一個形容詞 DIMWITH 就是說人家笨笨的 它在WITH的方面有點暗 OK 因為WITH是聰明智慧 那DIMM就是暗的 所以智慧上有點暗 也沒做錯 OK 那如果說今天你要說一個地方 燈火明亮的話 你剛剛看到有一個 DIMMLY LIT 對不對 所以LIT這個字 其實就是LIGHT這個字 把它當動詞的時候的PP 所以你點亮一個地方 有LIGHT A PLACE 有LIT A PLACE 所以現在是跟過去式 OK 所以過去分子也是LIT 所以這邊講的 DIMMLY LIT 才剛說是在就是被點亮的狀態下很昏暗的 那好 我們講回如果是光線明亮呢 你就可以說 BRIGHTLY LIT 所以有 DIMMLY LIT 也有 BRIGHTLY LIT 沒問題齁 所以The room DIMMLY LIT It helps quail her insecurities 所以quail這個字 我們在另外一堂課有看到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這個就是quail這個字 OK 所以房間有點昏暗 Otel is nice 這都能夠幫助他平息他的不安 所以這裡的quail這個字 Put an end to her insecurities 平息他的不安 描述一下他的心情 不錯吧 A nervous kiss 一個很緊張的一文 A tentative pressing of bodies 一個詞彙 Tentative depressing of bodies 這個我剛剛講過 所以Tentative這個字 其實有時候會用在生意上 所以你看我們不單講這個單元 我們還講到商業寫作 OK 那Tentative就是試探性的初步 會用在什麼樣的商業寫作裡面 像例如說我跟你約個約會 我跟你說我們 因為我的時間也不是很肯定 但我很想見你見面 所以我可能約說我們下個月的月底好了 所以現在10月 我們11月底碰個面 可是我也還不能保證那時候 真的沒事可以跟你見面 所以我可能就會提一個說 Let's meet tentatively towards the end of November Tentatively 試探性的初步的 Towards the end of November 那也就是說 可能如果你要改型也沒關係的概念 所以這就是Tentative的意思 試探的一個概念 好所以聽懂 A Nervous Kiss A Tentative Pressing of Bodies 所以這應該希望你也沒問題 好就是很試探性的去 接觸自己的彼此的身體這樣子 His Hands on her ass 他的手在他的屁股上 他的Hips Hips就寬上 寬關節寬的部分 然後他的胸 他的breasts 這樣子OK Passions rise 熱情起來了 但是衣服卻掉了 所以你看有上跟下 兩個字都用到 Passions rise Garments fall 所以Passions升起 Garments掉下來 衣服掉下來 Feelings resurrected 感覺啊 就感受 重新復活了 所以Resurrect這個字 就是 復活 會用什麼地方看到你知道嗎 基督教裡面 Jesus resurrected on the third day 基督第三天復活了 所以Resurrect 就這個字 Resurrect Resurrect 應該他發音大概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詞叫resuscitate 也多學一下下 我們所認識的CPR 就你知道緊急急救之類的 我們叫做心肺復蘇素 所以C就是cardio 心 那P就是pulmonary 就是肺 那R就是resuscitation 所以心肺復蘇素的R是這個字 這樣子 那再多講一個 就是我們說你會簽一個東西叫做放棄急救書 就可能像我現在沒事 可是我會說如果我今天真的發生什麼事的話請不要救我了我就讓我走吧這樣子 可能大體捐贈之類的 所以那個DNR如果你知道的話 DNR的一個表格 他的意思其實很簡單 Do not resuscitate 別救了 非常直白的一個詞 也沒問題 希望你知道 好所以 這邊講到就是感覺確實都復蘇回來了 Inhibition loosened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叫Inhibition Inhibit這個字 Inhibit的意思就是這個人比較內向比較封閉 Inhibit 所以其實我們很常看到一個字就是 Uninhibited 就是Inhibit這個字的顛倒過來 Uninhibited OK Uninhibited 所以假設你說這個人 這個人我一個朋友專門人來風 只要有朋友一多他就整個就放浪行 喝酒啦幹嘛啦 甚至喝醉了脫衣服 你就可以說這個朋友的行為非常的 Uninhibited Uninhibited 你看要是你有聽我這個發音的建議 如果你看到N你都貼一下天花板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字也不難唸 OK 有N有N Unin Un 已經貼了一次 In 又再貼一次 Unin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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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則是Inhibition Inhibition Inhibition OK 這個H應該是沒什麼發音的 Inhibition 你如果硬唸成Inhibition 聽起來反而怪怪的 Inhibition OK Uninhibited Uninhibited OK了 所以回來這邊 所以她的感覺復活了 Inhibition Losened 所以那個 Uninhibited 又反回來 就是她本身的那種 很羞愧的 很不好意思 這些Inhibition 就Losened 放鬆了 而自信心也回來了 Confidence Regained Not bad 然後再講一下 Naked on the bed 但裸在床上 She forgets her stretch marks 所以裸在床上 她又忘了 忘了什麼 忘了自己的 Stretch marks是什麼呢 認成文 雖然就拉長延長 那Mark就是你叫標記 所以你肚子上有一些 拉長的標記 我們就加她 認成文 Stretch marks 以及她的比較粗的腰 Thicker waist 因為她知道 As he knows 應該是she knows OK As she knows his desire for her mature body 因為她知道 這個男生的desire desire她的女生的成熟的身體 這聽懂 He is 20 years younger 她比較小20歲 and makes her feel the same 要聽懂意思 所以她比較小20歲 而也使得這個女生感覺一樣 一樣怎麼 一樣小了20歲 OK 所以她感覺跟她變同歲了 He is 20 years younger and makes her feel the same 所以最後一句 算是最關鍵了 得到的回報 遠重於她的風險 風險就是老婆偷人被抓到 但她的回報重於她 所以A比B重 這個我們在寫作中 常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探討一件事情 我認為她的好處都過壞處 然後我就寫了一篇作文 so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我們常在寫中寫到這一個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這就是優勢多於劣勢 優點多於缺點 那她這邊說的是她的回報 the rewards 也就是她剛講的心理上生理上自信心回來 inhibition loosen confidence regain 剛講這一大堆的 這些rewards outweigh the risks 所以對她來說 這是非常值得的 我們沒有鼓勵外遇 拜託 OK我只是個教英文的 我們只是要講說 這個女生 說不定她懷孕啦 生小孩啦 變得mature啦 然後對自己沒信心啦 這些的 但無所謂 偷個琴 能夠讓她把自己的兜找回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篇的文章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禮拜見